法國巴黎羅浮宮 趕在二零二四巴黎奧運開幕之前 將全票價格從原本的十七歐元 漲到二十二歐元 也就是從五百八十四元臺幣 漲到七百六十五元臺幣 幾乎漲了三成 法國巴黎羅浮宮前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大牌長龍等著進場 從今年一月十五號開始 羅浮宮的全票價格 從原本的十七歐元 五百八十四元臺幣 漲到二十二歐元 約七百六十五元臺幣 幾乎漲了三成 而且還是敢在巴黎奧運之前漲價 去年總共有八百九十萬 遊客到羅浮宮參觀 對於漲價羅浮宮解釋 是為了彌補不斷上漲的能源成本 尤其是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二年的電費 一漲就多了百分之八十八 但還是會有百分之四十的遊客 可以免費入場 包括二十五歲以下的遊客 低收入戶 失業者 身心障礙者 教師和記者 正在修復 巴黎聖母院的工匠們 以十二世紀模型鍛造製成的斧頭 為創世班席位的木造結構 修復 盯上最後一根木釘 接著在頂端掛上鮮花 象徵這部分的重建工程告一段落 接下來將開始重建屋頂部分 具有八百五十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 在二零一九年失火 部分結構毀於祝榮 來自法國各地的五百名工匠 採用十三世紀的工法 包括當時的工具 以及當時的材料進行修復 要趕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八號 重新開放 公視新聞 沈路沛編譯